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保护妹妹的 又到 叫娘亲说话 凤九 滚滚 滚滚道 娘亲我们在这没事 时冻冷 你们先上去 明日再下来吧 凤九道 娘亲就在这等 白浅接过船上罗喊阿黎 对阿黎道 阿黎想娘亲了吧 阿黎嘴里持住快高道 想了也得数星星 东华哥哥说了 白想没意义 白浅定定地看住夜华 夜华把白浅拉到怀里小声道 以后我们出去把他送昆仑须去 次日 柳四给他们送饭 对阿黎道 我带你们出去走走吧 三个孩子跟住柳四出了门 闪闪道 柳禅那龙呢 柳四 听说昨天他抱住我奶奶的神龛 把谷里都走了一遍 现在不知去哪里了 九重天上今日降云翻滚 小仙们各自忙碌住 自从封印了柳禅后 南天门也撤下了许多守门的神兽 连宋从四海视察回来 出了茫茫青云 看住手里拎的一些食材 想住还是送到太成功 叫承郁和妻女过去吃得好 连宋叫身边的侍从回去告知承郁 自己向太成功走去 进了太成功 看见仲林正在莲池边同青莲说话 连宋把食材给了青莲道 碧君呢 重林一笑 指了下宫墙 连宋回头看向宫墙 扇子掉到地上 张住嘴半嗓没说话 只见宫墙上 六只九尾狐 甩住尾巴在看住他笑 连宋恍惚了吓道 我是中了幻术吗 原来最近天气有些寒冷 凤九常带着几个孩子晒太阳 白花和白银淘气地画了原神 跑到了宫墙之上 找了各有阳光的地方晒 凤九一看飞花落在小狐狸身上挺美 也带着滚滚和闪闪上去了 帝君上去时 几个人嫌弃帝君不是狐狸 把帝君给赶了下去 滚滚抱住凤九道 我和娘亲 妹妹 弟弟都是狐狸 父君不是 就自己晒吧 帝君委屈地看住凤九道 小白 凤九笑道 夫君你的确不是狐狸啊 闪闪 父君你变啊 帝君 我没变过九尾狐 不会 滚滚 那九九就归我抱了 帝君一看 只好委屈地画了和凤九一样的一只 卧在了凤九身边 连宋还笑着发呆呢 闪闪开口道 连叔叔 你猜哪只是我父君 连宋看了会 指了指最外面的一只 闪闪道 一模一样 你怎么猜的 连宋捡起地上的扇子道 地后的目光里都是温馨幸福 你父君看住我的目光是 我有五只狐狸 都是珍贵的九尾 你没有 帝君听了 画了人身下了宫墙 对住连宋道 那叫得意 啰嗦 这时小夕女先跑进了宫 看见连宋 高兴地叫爹爹 连宋有段时间没见到夕女了 抱住夕女看住进宫的 承玉迎了上去 承玉看住她道 不回家 你倒是想帝君了 连宋小声道 蹭饭了再回去 省得小玉你辛苦 承玉 无赖 夕女看住从宫墙上跳下来的滚滚 跑了过去道 哥哥 你不是说要给我做个毛茸茸的腰配吗 我现在就撸毛吧 滚滚 好 把尾巴甩给了西女 连宋看住撸狐狸毛的西女道 我虽然撸不上狐狸 可我女儿能撸啊 凤九看住连宋带回来的食材很新鲜 对成玉道 好久没做饭了 今天我来做 刚想进厨房 就听宫门口一声小酒 老子来了 众人一看 好久不见的小燕面头搭脑的进来了 小燕见了大家也不打招呼 蹲在凤九身边哀声叹气 连宋笑道 你这是丢了媳妇吗 小燕 你怎么知道的 连宋 啥 你真的丢了媳妇了 凤九赶紧把小燕拉起来道 这是怎么了 画楼和你吵架了吗 小燕 那倒没有 就是她回去睡觉了 凤九一问才弄明白 画楼是替换谢姑愁回去沉睡了 小燕对帝君道 你修不修房子 收不收果子 擦不擦件 老子都帮你干 帝君摇头 小燕 爱有没有 反正我不出去等谢姑愁那小子出来找我麻烦 我就一直在这待到画楼醒过来 凤九道 好啊 回头我把苏末也 丰主他们都约过来大家一起喝酒 帝君一听对小燕道 你果真不爱谢画楼 小燕 臭冰块连女幼瞎说 帝君悠悠道 如果是我 我一定陪助她沉睡 这才是真爱 小燕拍了下腿道 老子咋就没想到这个主意 对凤九道 小九等我醒了再来啊 起身走了 帝君嘴角流出笑意 连宋对帝君道 好在我媳妇不用沉睡 太成功里 凤九看住急匆匆出了宫门的小燕道 这可以用见色忘有这个词吧 连宋看住帝君悠悠道 我觉得可以用明修占道 淡度陈仓 凤九 管他啥度啥呢 成日咱们做饭去 凤九见今天食材好 叫清莲去请白浅和叶华过来吃饭 清莲出门正碰到报了书的思命过来 清莲甜甜一笑道 心经你一会晚点走 我有东西给你 思命 你自己留住 进了宫门 思命把书稿交给帝君道 从即冤我没在身边 等我问过三殿下再补上 正端了菜出来的凤九道 这个清莲最知道 一会你们清莲 帝君看了眼凤九端的清蒸鱼对思命道 一起吃饭 小燕兴冲冲地出了南天门 就见门口的天兵围在一起论住什么 小燕扒拉开天兵 见一个脏兮兮的孩子 对住天兵喊住要见帝君 说自己是帝君儿子 天兵见她是个孩子道 赶紧离开 不然抓你入狱 可小燕看见那孩子居然是白发 这四海八荒白发的只有帝君啊 小燕托住那孩子道 好你个冰块脸 赶骗小九 走你跟我进去 她拎住那孩子刚想进去 哲言和白针也到了南天门 哲言一听 看住那孩子的头发也一愣 不过随后就笑了 看了眼白针 摇摇头跟住进去了 白浅和叶华到了太成宫时 正见小燕站门口骂帝君呢 这时帝君和凤九出来了 连颂看了那孩子坏笑道 翁华她是白发 小燕气道 小九你看看 凤九看住那孩子笑 道 翁华她只爱我一个 你娘亲又是谁 帝君听了 骄傲地看了众人一眼 抱过凤九 亲了下道 我只爱你 帝君伸手画出在范英谷打造的镜子 不一回就把孩子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叶华吩咐下去带人 小燕道 可谁还有冰块脸那样的头发 哲言一听 手扶过孩子头发道 她这是用神仙棒染的 你仔细看它可不是营发 孩子道 头发是我染的 可族人都说我是从石头里出来的 小燕道 石头生的 石头才是你爹 你找冰块脸干嘛 你跟臭冰块脸顶多算兄弟 不一回少点族的首领和大长老的女儿 被带了上来 原来少点族的首领和大长老的女儿青梅竹马 族里为了壮大力量 首领和其他族联姻了 大长老的女儿偷偷生子后交给了他 他怕夫人 所以说是从石头里捡来的孩子 放在族里养住 这孩子长大后 听说了帝君是石头里化身的事 再加上别人起哄 他就染了头发上了九重天 这是弄明白了 叶华看帝君道 怎么处理他 帝君嘴角一笑道 他爹是石头 很好 帝君盯住小燕看 小燕抓住头发道 我又不知道 我是为小九好 帝君 那你就为小白搬块石头来吧 不过看你这娇弱的样子 也搬不动大的石头 小燕眼睛一瞪道 你等住 众人不明白帝君是啥意思 不一回 小燕扛了块巨大的石头上来了 丢到帝君脚下 帝君一挥手一条链子栓在石头上 另一端栓在那孩子爹的身上道 先拖个一百年吧 凤九对小燕道 你吃了饭再回去吧 帝君 谢话楼肯定想他 小燕 老子把正事都忘了 匆忙走了 众人回太成功吃饭 帝君把凤九拉到一边 笑道 你就不怕那孩子真是我的 凤九 不怕 帝君 那要真的是呢 凤九插腰道 那我就和别人生一百只狐狸 哲言刚好走过来 只听到凤九说声一百只狐狸 悠悠道 我的桃林算是毁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